嗨 大家好 我是杨老胖 我经常听说很多人说啊 这个车安全不安全对吧 这个车安全 这个车请这个车重 车重力就好 车请力就不好对吧 这个车安全 这个车不安全 很多人这么评价 把有某个细分的啊 这个车是不安全的对吧 还有号称说最安全的车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定路从哪来的 你会发现网上经常有一个视频对吧 一台某系的车 创造这辆车上 不管刚刚进去了 对吧 或者怎么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无限的被放大 大家都在说啊 这个车不安全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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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你想找别的系的车 这种类似的照片 很难找到 不说没有 我看到我很多 说白了 二车车市场 似乎说有都是 创成什么奶娘 我都见过 别管说啥 对不对 什么车都有 都一个奶娘 在某种情况 特别什么 创完之后 都那奶娘 特别说那种 某系不安全的人 我想问你们 对吧 医长说 买这个车 不保那个 不保命的人 你家 你家有没有人 怎么的 有人混鬼在这些车上了 对不对 还是说有人开这个车 创死了 要不你怎么这么攒进去 也得说呢 对吧 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车 我就不提厂家的 不提名了 大家都知道 我身边就有朋友 就有家开他 开着这款 号称世界上最 这个品牌 是世界上最捐固的车 创销柱的人 创死的 难道 我就我 我自己个人 那是不是 我就认为 他就是不安全的 所有人都说他安全 我说他不安全吗 其实安不安全 这个东西吧 怎么说呢 没有能下结论 对吧 有的人说 啊 你说 那车不行啊 连这件事都创不过 哥们 你说个车 对吧 你你拿个真识 扎来创下来 对吧 你不说这玩意创不过 你真识吗 我还这玩意给你创 我给你换个摩托车 你看看行不行 所以说说这玩意 不要脏 你这个安全不安全 任何东西都有某些厂家的渲染 也有一些敌人对手 在无限的 在把这个车往下拉 对吧 那前段时间对吧 某车防撞钢梁看过没 对吧 我就不说哪个 你自己查去吧 对吧 反正这个品牌挺大 吹铁挺响 对不对 能承受到的 95公斤 95公斤 啥干的呢 就我这一堆一会上 哭死一脚 刚能干完了 那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哪的 那这个车又是什么车 我也不想提倡家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在我们口中是安全的车 对吧 是比某系安全很多的车 我们自以为好的车 对吧 怎么的呢 不也是哪那样吗 所以说 关于车呀 不安全呢 就不用说 这些我看的都没有用 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任何厂家说 开两个车 对吧 放俩这人上去 就创的 就看哪个车 哪个嘎的 哪个没嘎 也没有这种实验 你会发现很多车 创出来都是这么五星 但是真正碰撞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什么样的 对吧 你车创出来一个瞬间 跟你车变形程度 跟你气囊打开的角度 跟包括跟你创的时候 你人是一种什么姿态 都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说 关于车安全还是不安全 我还对话 撒逼 撒叉时机 看什么都不安全 聪明人 聪明的时机 看什么都安全 应该把自己的生命 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自己的脚 自己的方向盘 你手里面 而不是把握在车的安全性手里 这是我自己的认为 还有这些说 对吧 车清 车清就不行 不安全 然后你现在看一看 大家要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本身是一个干机械加工出来的 我对这个材料 很多材料 我多少有一些了解 我就知道 铁 比铝合金沉 但是铁的强度 没有铝合金高 你会发现很多 高韧性的 或者是高强度的金属 它反而质量更轻 不是更重 你就会发现 现在有很多厂家 想把车 减轻重量都减不了 对吧 当然有一堆无脑吹的人 会把重量沉 说成一件好事 变成一件有事 无脑的去吹 我们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油耗 车沉了 油耗怎么能低呢 不可能低 对不对 显而一件的东西 如果说一个车好有坏 在我看来 同样强度 同样的情况下 越轻的车是越牛逼 对吧 当然只是框架 我说比如这个车的长 宽高 几乎类似的情况下 对吧 框架拿出来 上乘下来 能达到同样强度 材料越轻的车 越有秀 它的成本一定是越高的 对吧 那反过 显阳车沉不容易吗 对吧 四五万的车 对吧 咱说比如说一个 一吨八 一吨五的车 四五万的车 车架的七百公斤 七百公斤 对吧 剩下桌椅板 那啥咔摆进去 发动机什么的 摆进去之后 一千一百公斤 那四百公斤配置 对吧 咔咔各种 各种搭配置 我看我看一打开 那机盖一打开 那里边正厚那个大隔音棉 啪啪一隔音棉 放好几百斤 对不对 大叔老板 啪啪一扑 那肯牛逼的 一周快一看 我的车饭一开 收机机盖 脑一疼 啥也看不着 全是机箱护板的 瞅着真感情 真厉处 那些东西不沉吗 它不占重量吗 但是反过 它对车又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给车增加重量以外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什么呢 噪音小了 让你感觉啊 这个车的静命性小了 但你要知道 这些静命性 可能是靠几十斤 几百斤 隔音棉破出来碗的 对吧 隔音塑料去堆积出来的 那你告诉我 这些车 这些没有意义的重量 有什么用 到底有什么用 反映到车身上 除了让你车 提速加速更慢 以后更高以外 有什么用 确实 你的噪音会小一些 但是如果真正 靠一起来 到一顿速的时候 拿这种所谓的那个分贝仪去撤 又能插着多少分贝 这些分贝 让你长期背 这个多背 一个一百斤二百斤 在马路上开真的好吗 换句话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改装师有一点了解 对吧 改装师越清晨好 为什么有的人会花好几万 买个碳纤维鸡干 他不用铁乞丐的 长脑子都知道 铁乞丐的坚硬程度 各方面都要比 碳纤维的强 为什么一个纤维的鸡丐的几万块 甚至有的车 甚至一个乞丐能买一个普通车 为什么 因为它足够的轻 我不知道大家有看没看过 那种跑拉里赛赛车 坐椅板 那凳子全都卸掉了 放上防滚架 为什么防滚架 是A的安全 只有车轻了 才能让车更快 对吧 为什么现在的发动机 老的发动机用的铸铁 现在都用合紧了 对吧 都用纯铝了 为什么 降低重量 哪个车家现在都想办法再减重 但是依然有一些人的大脑里边 咱也不知道装力是什么东西 哎呦 这车沉的 这车就一定好 但是你真正现在反观 其实你看一眼 很多人 所谓的轻轻沉的 还是用老观念的车门打开 咔咔敲一敲 我也不知道能敲出个猫56的 我也不知道能敲啥 我当了半年车发 我都敲不出个456 你能敲出来什么 我一直想知道这问题 你能敲出来什么 一看表 一看牌子 这个车就轻 再也不到你 你眼睛能当蹭还是能打的 对吧 你现在我开这个车 不大点个小玩意 死沉死沉的 那相对而言 有好就好 如果这个车可以轻200斤 就包括我200斤 大坨的坐着 说白了 如果这么正常 这么大的车 以现在这种装配质量的的话 它应该超过一吨一 但是我车一吨 降低一吨啥 加上200斤 坐上去 这些重量 都是多余的 为什么 车铁轮骨的车 一定比铁轮骨的强 那为什么 难道你买车的时候 为了车身重 你换铁轮骨吗 车身重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 有的人会以为 车身重安全性高 这个东西就是最大的错误 也是很多二傻子的想法 真的 车身重体数满 刹车距离也远 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对吧 就是他说惯性大 所以他对刹车 要求更高 真的 这就是不整的这么一个事实 当然 现在车设计都很合理 包括各种各样空气动的学 有的时候 什么开头高速上 票是因为车轻 其实我感觉 更多的是跟他的悬挂 跟他的底盘 有着直接的关系 和他车身重量 在我看来 其实可能有关系 这种我不懂 我只是下车 但我认为其实关系 没有影响那么大 所以说 什么车是安全的 车越重越安全 我不这么看 你怎么看 好 接下来说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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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